周深奔跑白雪 今晚想花雪 我的天啊 一不两辣椒 太逗了 太逗了 一不两辣椒 能欠沙哥什么呢 欠他一个拥抱 欠了他岁月 欠他一句谢谢 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自己 作为综艺节目 长青树的奔跑吧 一直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其中超高人气的嘉宾组合是 该节目保持收视率的 重要秘诀之一 5月13号起 奔跑吧时就要开播了 这季节目最大的看点 要数周深了 他现在可是妥妥的综艺大咖 踩着雨点跑 跑到雨停 只有我清楚 踩下了多少个脚印 绕了路又怎样 就往下了 作为一名歌手 周深经常参加音乐类综艺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 周深表现不俗 但是这掩盖不住 周深在其他娱乐类综艺上的才华 他的幽默感十足 给大家带来的爆笑 又好看的精彩表演 在评论区里 粉丝们对周深的呼声非常高 很多人都称周深是他的快乐源泉 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他很好相处 没什么架子 唱歌也好 哽也多 配合度高 团队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而且也不抢其他人的风采 谁不想和这样的人配合呢 第一期录制的地点是四川乐山 所有嘉宾都将化身成为八九十年代的青年 男嘉宾基本都穿西服 感觉像是工作刚不久的年轻人 同时每个嘉宾都有了新的名字 感觉都变成了陌生人 或许节目设置的所有嘉宾并不认识 然后让嘉宾分别去找人 人齐了再开始游戏 游戏可以看到三个游戏 第一个游戏应该是考验 关于影视剧方面的知识 要把一些影视剧按照播放时间排序 第二个游戏是简单版桌球 如果之前有打桌球的经验 应该更容易 通过这个游戏 却可以知道哪位嘉宾肺活量大 因为打桌球时 球并没有进洞 但是离洞很近 这时候上来一群人想把球吹进洞 本以为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 毕竟桌球可不清 结果周深一口气就把球踹进洞了 实际上视频中还有一个镜头 可以看出周深的肺活量很大 周深看到某样东西 突然啊的一声大叫起来 而且叫了很久 如果不是时间有限 真想知道周深一口气叫了多长时间 第三个游戏是高难度版挂衣服 预告视频中 女嘉宾坐在特质的椅子上 由男嘉宾提供动力 让椅子升空 升到一定的高度后 女嘉宾要把衣服挂到衣架之上 这个游戏对男嘉宾的要求很高 他们要有足够的力量 才能够带着椅子跑起来 而白露是个挂衣能手 因为不仅周深夸白露好会挂 孟嘉也说白露是挂姐 白露听了之后笑得非常开心 游戏是欢乐的又好玩又有意思 但是到了尾声却来了个大转折 今年是奔跑吧十周年 是值得回忆的一年 或许是节目组让嘉宾们 看了之前的点点滴滴 才让baby 郑凯这样的元老级常驻嘉宾 感动落泪 总的来说 奔跑吧第一期应该会很有看点 很好玩 期待播出 周星星那更是重量级 三大仙都封出来 小说把你美的 我没有 你没跟姐姐熟了 好久没见 白梦眼笑的那叫一个六亲不印呢 白梦眼笑的那叫一个六亲不印呢 哈哈哈哈 踢在的 拍机 来 拍机 来 惯击 ryn 得不得太 得不得太 不得太 deh 那些 我以為是不得太 我以為是不許 甚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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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就是过得开心点 等一下 听你说完 我过得上多不开心啊 错了 你现在说的 太杀掉了 我说你能放进去 我还会还有个技能 就是我可以模仿被杀的猪的声音 哈哈哈哈哈哈 我模仿一下 就是过年了嘛 大家都过年要该吃猪肉了 嗯 猪叫什么模仿的 郑气 哈哈哈 啊